大江大浪都闯过去了 没想到在鹰沟里翻了船 江湖老骗子玩了一辈子的鹰 居然被鹰给捉下了眼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故事票火柴人 凯奇大叔是一位资深的骗子 行走江湖几十年 被他骗过的人没有一万一八千 由于骗术太高明 有些人至今都没有发现 自己上当书片了 虽然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但凯奇大叔也有自己的苦恼 由于患有严重的洁癖和强迫症 他每天都在按时吃药 而且他病情发作的时候 还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这令他十分的苦恼 凯奇大叔有一个叫山木的搭档 山木也是凯奇大叔的亲传弟子 两人的主要业务 就是忽悠那些家庭主妇 出高价买下他们的滤水器 这些滤水器粗质滥造 连收费品的都没有 为了让受害者 能心甘情愿的买下他们的产品 他们主要的方法 就是谎称受害者重要大奖 这些奖项不是豪华汽车 就是国外五星级的免费旅游 如果受害者们 不想为这些大奖交税的话 那么可以购买滤水器来抵税 两人在电话里 跟一位家庭主妇沟通完之后 便开着车来到受害者家里 收职场税了 骗局到了这个阶段 受害者基本上都会被牵着鼻子走 山木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 整天就想着怎么能搞到大钱 但凯奇大叔却希望稳扎稳打 不愿一天冒钱 两人在公司未来的发展和规划上 还是有分歧 忙活了一天的凯奇大叔 回到家就开始打扫为生 由于不小心 把自己每天必须吃的药 掉进了水池里 于是他急忙给医生打电话 房东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 每次负责给他开药的医生搬家了 没有了药物的控制 凯奇大叔的病情更严重了 在家里不停地打扫为生 缝缝补补兮兮兮兮 擦完一遍又一遍 根本就停不下来 山木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 他一个都没接 无奈之下 山木只好亲自登门拜访 得知凯奇大叔一直没有吃药 山木给凯奇介绍了另外一个医生 这位医生还是相当负责任的 询问了凯奇大叔的病情之后 又打听起了凯奇的私生活 原来凯奇的老婆 在十几年前就跟他离婚了 当时他老婆正怀着孕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还是挺大的 医生给凯奇开了一种新药 说是比之前那种药的疗效更好 通过跟医生的聊天 又勾起了凯奇很多过去的回忆 他想给前妻联系吧 但是又没有勇气 于是他拜托医生 帮他给前妻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没过几天医生给他回消息了 说他的前妻目前还不想跟他见面 但是他的女儿倒是愿意跟他聊聊 十几年前凯奇的老婆是怀着孕离开他的 按时间来推算的话 他的女儿现在也应该有14岁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 凯奇大叔和女儿安吉拉见了面了 虽然父女俩是第一次见面 但安吉拉一点都不紧张 倒是凯奇大叔激动得是浑身发抖 安吉拉说他老妈告诉他 他老爸曾经因为犯罪进过监狱 并且还曾表露出 如果凯奇大叔不是进监狱 而是死了的话 他会更加幸运 跟闺女安吉拉见了一次面之后 凯奇大叔虽然做下病了 整天想着再一次跟女儿见面 心情大好的凯奇答应了山姆的要求 他们准备联手从王德贝手里骗一笔巨款 这是一个需要前期电子的骗局 凯奇来到银行 从保险箱里取出了一笔钱 这个保险箱里的钱也是他的全部家的 一切准备就去之后 凯奇刚准备出发 没想到他女儿安吉拉找上了门 安吉拉说自己跟老妈吵了一架 以前也经常发生这种事 通常他都是去闺蜜家躲个一两天 只可惜这次闺蜜度假去了 他只好来亲爹家暂住几天 作为回报 他会帮着凯奇收拾收拾的屋子 凯奇大叔出去行骗 安吉拉则在家里下雪梦 并且很快发现了凯奇大叔 藏在狗头里的呛和美园 凯奇和山姆在夜总会离方出了诱饵 一心想挣大钱的王德贝很快就上钩了 凯奇回到家 发现屋子里被折腾的是狼藉一片的 他的宝贝闺女安吉拉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作为一个有严重洁癖的人 虽然安吉拉把他的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但痛病快乐着 他非常享受这种和女儿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这种幸福感是他用金钱换不来的 凯奇和山姆的行骗业务开展的非常顺利 目标客户王德贝很快就被忽悠住了 可当他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女儿安吉拉居然没在家 直到很晚了安吉拉才回来 一直担心的凯奇大发雷霆 父女俩第一次发生了争吵 看着女儿梨花带雨的样子 头一回当街的凯奇心软了 这个冷不丁闯入自己家的孩子 把凯奇平静的生活彻底打乱了 但同时他不得不承认 这个女儿已经牢牢的掘住了他的心 凯奇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认为和孩子交流一定要坦诚 所以他把自己是骗子这件事告诉了安吉拉 安吉拉听完之后非常的兴奋 非要让凯奇教他几招 凯奇受不了安吉拉的软磨硬泡 只好答应了下来 他们俩首先到彩票站 和头天的中奖号码买了一张彩票 为了让这张彩票看上去更加的可信 他们调整了其中的一个号码 这样就避免了中大奖的机会 然后把彩票日期修改成昨天 接下来两人物色了一个 看上去很好骗的大婶 这位含辛茹苦的大婶果然上当了 当打电话确认这张彩票 中了600块钱之后 大婶决定平分这些钱 安吉拉说自己着急要走 大婶便取出300块的血汗钱给了安吉拉 这一堂课上的非常生动 让凯奇没想到的是 安吉拉的表演简直可以用经验来行 滴水不漏天音无缝 他甚至开始怀疑 这都是自己的基因导致 但作为一个父亲 凯奇可不希望安吉拉成为一个骗子 因此他让安吉拉把钱还给了大婶 之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医生 说这是他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安吉拉回去上暑期班 凯奇一个人在家心里是空牢牢的 这么多年来 他还是头一次有这种感觉 转过天 凯奇带着安吉拉去打了保龄球 然后又一起吃了饭 父女俩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这时候凯奇突然接到了山姆的电话 说王德白要出差 约好的周五行动必须提前 凯奇没办法 只好带着安吉拉来到银行 并在安吉拉的请求下 在自己的账户下面增加了 安吉拉访问的签名 也就是说 如果安吉拉能提供出密码 那么就可以进入到凯奇的保演箱 由于前期铺垫的很成功 因此王德白一点都没有起义心 加上安吉拉出色的表演 凯奇很顺利的把屁箱给掉了包了 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 可没想到王德白很快就发现自己上了当了 凯奇开着车带着安吉拉急忙讨算 王德白在后面是紧追不舍 甩掉王德白之后 凯奇和山姆见了面 由于事情已经暴露 凯奇只好把安吉拉送回了家 安吉拉哭丧着个脸 依依不舍的样子让凯奇非常的心痛 更糟糕的是 凯奇发现自己的药吃完 他急忙打电话给医生 却被告知医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这下可把凯奇给击坏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病情药根本就不能停 找不到医生 凯奇只好拿着药的外包装来到药店求助 药店工作人员告诉凯奇 这是一种营养补充剂 根本就不是什么治疗精神药物 凯奇当然不信 来到药架子上一看 果然是营养补充剂 这下可蒙全了 他来到医生办公室质问 医生说 其实你根本就没必要吃药 两人的对话 从凯奇的职业一直延伸到妇女情 把凯奇说的心里非常的难受 他觉得自己给女儿做了一个坏榜样 凯奇找到安吉拉 希望能通过法律的手段 得到女儿的共同监护权 他还向安吉拉保证 今后不会再行骗了 他把自己的这个决定告诉了山姆 从王德白那儿骗来的八万块钱 本来应该平分的 但凯奇一分都没要 都给了山姆 算是哥俩的分手费 人各有志 山姆表示理解 做完这个重大决定之后 凯奇觉得轻松多了 他和安吉拉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 期间他希望把自己的某些想法告诉前妻 也得到了安吉拉的支持 晚上妇女俩开着车刚回到家 发现王德白居然正在等着他 旁边的山姆已经被揍得是鼻青脸中了 王德白逼着凯奇还钱 凯奇说狗头里有几千块钱 为了防止凯奇耍花招 王德白让安吉拉过去拿 谁知道安吉拉把那把枪给拿出来 并在慌乱之中一枪把黄德白给逼了 这下凯奇算是彻底蒙圈了 他让山姆带着安吉拉先走 他要静下来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就在他正瞎琢磨的时候 被人一下就揍得不醒人事 当凯奇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两名警察对他进行了询问 警察说王德白已经死了 他们在手墙上采集到的指纹 像是个孩子的 警方现在怀疑是安吉拉打死的王德白 希望凯奇能够提供出安吉拉的行踪 凯奇强烈要求见自己的精神医生 不然的话他拒绝配合 医生很快赶到了医院 警察走出病房之后 凯奇把自己银行保险箱的密码告诉了医生 让医生转告安吉拉 赶快拿着他的钱跑路 医生走了之后 病房里再也没有人来过 热得受不了的凯奇走出病房一看 当时就把他敬拍了 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医院 而是他的搭档山姆 专门为他一个人设计的病房 凯奇急忙打车来到了医生的办公室 发现这里早就是人走无空了 他又来到银行 发现保险箱里的钱全都被取走了 山姆只给他留下了几张金钱币 最后凯奇来到了前妻家里 前妻说当年的那个孩子流产了 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安吉拉的女儿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的搭档山姆设下的圈套 对凯奇来说 钱没了不重要 关键是他的感情伤不起 一年后 已经金盔洗手的凯奇 在一家地毯商店里上班 这时候来了一对情侣 其中一位刚好是他曾经的安吉拉 此时场面十分的尴尬 安吉拉把男朋友打发出去之后 向凯奇道了钱 虽然安吉拉骗了自己 但凯奇依然无法忘记那段美好的时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安吉拉曾经给予他的快乐 是他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也正是那段妇女情 让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 他觉得自己得到的远比失去的要多得多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 人在江湖混处处需谨慎 稍有不留神就会来门棍的